每日委托竟然不只有四个 难道我之前做的都是假的 我不信 跟着大佬来到雪山旧宫的七天寻相 在这个位置 有个碗 需要每天图位一次狐狸 可以获得15元时 之后望龙村这个位置 找到小卷婆婆 每天继续任务 可以获得60元时左右 阿如村赛巴 每天继续任务可获得330元时 散赖神社 找到小猫禽 每天继续任务可获得190元时 之后在成眠之禽副本日 每天喂猫可获得15元时 线鬼对面有个全看 一天过来三拜三次 可获得15元时 这么多的日常 不过只有我没做吧 猛新最容易错过的宝箱 一旦错过 就再也没有了 重力的传生任务 刚下洞穴的时候 容易错过的宝箱 左边有一个 接着下去一直走 左边洞里还有一个 拿完上来 再往前走 左边的草丛里 还藏了一个 这些没拿 随时都可以去拿 这种本后 这些漏了 就再也拿不到了 日行先正常推进 到打完第一个小boss后 在墙外边有个宝箱 出去绕到墙外 可以拿到它 继续推进 到用柱子开门这里 进来先把怪清了 然后转头看后面 鼓起码黑的 能看到一个宝箱 说吧 有多少八级蒙金都没拿到 以前拿过的宝箱 竟然刷新了 我带来大佬的号 六十节 蒙德的探索度百分百 然后来这里 这是以前做新手任务 必经之地 也是日常委托 经常来的地方 应该不会有人 漏掉这个宝箱吧 现在 这个宝箱 它又回来了 而且是带着 三个原石回来了 这可是三个原石呀 如果你觉得不可信 那么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这是第一次 试用安博的地方 宝箱竟然也刷新了 至于还要哪些宝箱刷新 我还在探索 到时候我会发视频 带大家一起去拿 今天跟林克 一起打boss 嗯 谁呀 塞尔达 放他进来 我怕花式的太危险 就爱不不奔仙 A了几下就不动了 是什么意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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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哎呀 怎么回来了 赶紧跑回去赶紧跑回去 果然是来显摆的 插出去 3.6的小花铃 你们都领回家了吗 这个小花铃真的一下撞到了我的心巴上 跟着我来的三宝 跟着我来到三宝婆之地的这个交叉口 要小心被打 打开这个挑战 只能一下抵达目的地 顺便拿个宝箱 解锁新任务 之后我们跟着任务提示一直进行 就可以领到这个永久跟随的小花铃啦 大佬说带我去拿一个巨珍贵的宝箱 什么宝箱啊还巨珍贵 我不信 就这啊 哪里珍贵了 那你想要的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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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念一颗心动 我开始心动 别随梦梦梦 有光头 新地图很容易错过的六个宝箱 来到甘露花海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变身花铃 沿着路线去触碰近绝花 定化所有的近绝花以后 就可以拿到一个精致宝箱 这个时候可千万别就这么走了 把时间调到晚上七点以后 会出现甘露浮游 你去抓它是抓不到的 但用弓箭手攻击一下 就可以定住 拿到它 再次触碰所有的近绝花 就可以获得黄金宝箱 还有一个成就 在附近 一共有三个这样的地方 做任务的时候 一定不要漏了 在哪里 就算了 我相信这边很 I see your mus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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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雪芬菲 什么 谢谢皮肤 还有你一首歌 I see you m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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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you move